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事太极拳的一个特点是抽湿镜 那么他属于羊世太极拳这个抽湿镜是属于心法 而成事太极拳的禅师镜 这个丝我们把这个丝缠起来 那么用我们的旋转 用背的旋转 腿的旋转 腰的旋转 身体的旋转 手的旋转 来缠这个丝 那么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招法 招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方的力 我们通过旋转 把对方的力改变对方的力的方向 比如说这个手是对方的话 改变对方的力的方向大小 把对方的力通过禅师镜把它划掉 然后通过禅师镜也可以发出去 这就是成事太极拳的禅师镜 它属于招法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没有和任何教太极拳的学太极拳的人交流 我练五十多年太极拳 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的 跟大家聊这个呢 就是回复这位朋友的留言呢 就是两点 第一 杨氏太极拳的抽屎镜属于心法 成氏太极拳的禅师镜属于招法 就是招数 我用什么招来对付它 什么 用禅师的招 它所有的招法里面都有禅师镜在里面 这就是杨氏太极拳和成氏太极拳的一个 显著的最突出的一个不同点 不同点 就是禅师和抽屎 就是杨氏太极拳的抽屎和成氏太极拳的禅师 它属于两个范畴 成氏属于招数 它是招 它是招 它是招数 禅师是属于招式的禅 禅果 禅 杨氏太极拳的抽屎呢 它是属于心法 通过这个抽屎的心法 使我们的动作 云 慢 慢 松 轻 轻 轻 慢 云 这是杨氏太极拳的抽屎禅 和成氏太极拳的禅师禅 这两个禅的不同 但是它们也有相同的地方 什么地方相同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成氏太极拳 杨氏太极拳抽屎 是不是就杨氏太极拳就没有禅师了呢 也不是 杨氏太极拳的抽屎的同时 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这个诎也是被禅的 它只是一个侧重点不一样 杨氏太极拳的抽屎侧重于心法 但是呢 它也是招屎 但是它重点不是招屎 而成氏太极拳的禅师禅 重点是招法 它是不是心法 它也有心法 但是它不是重点 这里面就是一个主要的 一个次要的问题 一个是主要的 一个是次要的 这个搞清楚就行了 好 那么关于杨氏太极拳的抽屎 和陈氏太极拳的禅师的留言 回复这个留言呢 我们就回复那么多 大家就知道一点 杨氏太极拳的抽屎 重点是心法 陈氏太极拳的禅师 重点是招法 但是禅师里面也有心法 抽屎里面也有招法 只是侧重点不同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关注转发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